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 鱼类资源丰富 鱼种众多 纪录片绽放真台湾 这次要记录鱼人的故事 台湾团队贴近拍摄 远洋渔船的捕鱼作业 他们也介绍台湾得天独厚的鱼种 鬼头刀 纪录片团队也透过影片 让我们更了解 鱼人坚持养殖健康的鱼 守护海洋台湾 纪录片绽放真台湾 与台湾渔业合作 耗时近两年时间 远赴离家五千公里的中西太平洋 贴身拍摄远洋捕鱼的惊险时刻 摄影师转头过来跟我说 快点摄影 又是大鱼快点快点 那是我这辈子游泳最快的一段时间 团队曾经连续在海上待了32天 远洋拍摄期间还要注意保养昂贵的摄影器材 而最让导演庄森林感动的是 鱼人们的坚持不懈 那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他们愿意为了家庭 为了可能是他一个人辛苦 可以带来整个家庭的就是 屋子上的有点舒适感 或是舒服的生活 那他愿意就是三年或是更久的时间都待在海上 纪录片计划绽放真台湾 以保岛渔业为主题 五位台湾导演长静 本地团队制作打造五部不同主题的纪录片 让全球观众了解台湾渔业的实力 除了惊心动魄的捕鱼过程 导演姚志善的定做一条鱼 记录鱼人刘天河坚持养出健康的鱼 刘天河先生其实他对他的事业是非常憧憬的 因为他有个理想 他想要养健康的鱼 那他要想尽各种方法 比如说他不投药 那鱼要健康怎么办呢 他用淡水帮他洗鱼帮他洗澡 迷你视为天导演黄健亮以鱼料理为主题 镜头中看见爱吃鱼的台湾人 又要如何与大海和平共处 其实很重要的事情是 这个资源因为鱼都是有生命的 那在海里面它其实资源是有限的 所以怎么样的吃 吃什么样的鱼 才是对我们不只对健康有帮助 而且又好吃 而且对海洋有帮助 也就是他不会把鱼都抓光了 我们以后没有鱼吃了 其中也包括了拍摄台湾水族玩家 参加世界杯孔雀鱼大赛 他们努力配置出最美丽的鱼群 同时也苦了拍摄团队 拍动物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他 他不会跟你互动嘛 你给他指定 他不会照你的方式去做 纪录片绽放针台湾鱼制岛系列影片 从不同的角度关心海洋鱼产 和我们的生活其实息息相关